台東一名女子 她利用平常空閒時間 在臉書平台還有各個社群po文 幫親戚賣下雪芒果 日前有一名40多歲的成性男子 向她購買芒果之後 面交過程中 趁這個女子不注意 還動手觸碰她的胸部 事後這個女子丈夫向警方報案 同時也在網路上發文 呼籲其他人要注意 才發現不少人也遭到 這一名成性男子非禮 而目前成性男子 也被依照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第25條移送地檢署申辦 性騷擾事件層出不窮 台東一名女子 平常利用閒暇之餘 利用臉書社群平台 協助家裡親戚販售下雪芒果 日前在與一名40多歲的成性男子 進行面對面交易時 突然遭到成性男子伸手觸摸胸部 讓女子當場傻眼 並立刻往後移退 以及拉住外套遮掩胸部 而這段過程 也全部都被監視器拍得一清二楚 而當晚女子便向丈夫述說這件事情後 女子的丈夫也將畫面PO上網路 向其他人呼籲要多加注意 才發現這一非成男第一次做出性騷擾的舉動 其實我當下是覺得她是不小心的 但因為她給我 我跟她接觸的時候 她給我的感覺 她就是可能有點身心障礙的人士這樣 然後她有點跛腳 所以我想說會不會她是重心不穩 或者是伸手的時候 不小心碰觸到我這樣 然後 但是後面越想越不對 因為其實她不是碰觸 她是有點力量的往我胸部這樣子打過去 因為太太跟我講是說 她說這個人就是很像行動不變這樣 然後就是 不確定說是不是故意的 在電視器出來看 就當下這樣看 我就覺得這個人的舉動不像是不小心的 比較刻意 她的那個手的動作太刻意了 所以我就把監視器都摘取下來之後 就是有PO在我個人的FB這樣 結果很多的朋友也是做生意的 他們就說這個人她不是第一次有這種動作的 對此台東警分局封禮派出所的遠景德之後 也立即請該名女子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並依照畫面 尋現找到該名誠信男子 這名這個涉案人呢 他所構成的是性騷擾防止法第25條 目前呢 台東警察分局已尋現鎖定涉案嫌疑人 通知到案說明後移送地檢署偵辦 在此也特別呼籲 請尊重身體自主權 切勿隨便做出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的言語或舉動 而民眾如果有任何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時 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進行求助 記得陳吉林台東市報導